各位观众 又到星期六的下午 今天有什么题目要讲呢? 其实这两天最多人不讲 香港开爆以来从来都没试过 甚至是我印象之中有哪些地方试过呢? 前段不知道看到一段视频 说不知北京在哪里 在铁路车厂那扇门就不见了 于是就要弄一块布 叫大家千万不要走过去 但是你说走一走一车 整个地铁车门飞出去 印象真的不多 在香港基本上真的没发生过 林郑月娥你说是黑仔还是怎么样? 竟然今次可以发生这件事 就是整个地铁车厂车门飞了出去 如果大家记得 在当时就是在铜锣湾站接近埋站 幸好还没去到最繁忙的时候 那车门你都算不幸中之大 不是在车厂里面跌下来 就跌回到广告牌那边 而且接近埋站 车速就不算很快 不然就很严重 你想想 如果是牛头角 在观塘 高架铁路 整队门飞出来 尽是最繁忙的时间 很多人 你不是想 靠着门站 基本上是多人到你不能不靠 在那些就很严重 是随时死了很多人 你看看 今年我不计 北戸了 北戸其实这几年 说这个港帖 整天出现的故障 又说有什么事故 那里要大家排长龙 要等那些什么巴士 这里又说不知道等多少分钟 观塘线也好 冬铁线西铁线 全部都试过 因为太多都记不了这么多 只是今年 今年都数到不少了 屯马线开通了 真的很兴奋 是很兴奋 第二天 风和日丽 啟德站就出现水母间 你说下雨就水母间不出奇 风和日丽 完全都不下雨 都可以啟德站不停流水 后来他就因为这些水管的问题 第二天 然后又是屯马线 整个假天花跌下来 幸好没有扎人 又是随时可以死人的 那就是前排打风的时候 就是黑雨也不是打风 哇 那连是地铁那些车 是列车 都可以水母间列车漏水 就是除了车站漏水 连列车也漏水 然后还有前排 不知道是大围 九龙堂也试过 那又是出现了那些火花 又火又水 又在天下降下来 这家门又飞出去 哇 就是那些什么空少 如果那些原学家 述家来看 哇 今年真是大吉 不是大吉 是吴老李 吴老李 那是大空之日 大空之年 林郑有时也不要说不信 被她管治之后 这些事情摘二连三细出现 今次一道门飞出来 这件事大家怎么接受呢 然后全部人在外面排队 虽然对于你们的事故 哇 发生了很多次 大家都习惯 但是还是很辛苦 为什么一而再 再而三 再发生这样的事 好了 地铁的高层 就说因为广告箱 那些零件 出现问题 就弄傷了门 很简单 信不信 大家就自己去分析 如果这个广告箱 你的零件有问题 弄傷那道门 那道门 如果被外面弄傷 但是正常了 本身那道门就是这样的 如果在外面这一边就弄出力 应该这样跌的 应该跌回车厢里面 现在那道门就跌了出去 第二边 广告箱那边 大家觉得合不合理 所以对港铁的解释 大家会不会接受呢 但是我们接不接受不是问题 为什么这件事到现在两天了 香港政府是没有官员出来说话 你邓兵力强就说野猪 去批评《立场新闻》 你林郑月娥去了哪里 这个运房局局长陈凡你去了哪里 这么大件事 港铁的高层的解释 你政府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你政府是港铁的大股东 拿着市民的纳税钱 你有没有充足的监察 他现在就说他们会监察 是不是有什么事 你政府有没有负起你应有的责任 为什么次次出现大问题 你陈凡永远不见人 上次水母间漏水不出现 接着这个大围 拍奥庄短庄的问题 第三期有两座要策写重建 这个陈凡要超过一个星期才出来说话 为什么次次八申大事 这班高官尤其是负责运房的陈凡 可以不出来说话 两天了 你躲在哪里 出粮你就知道 做事就不做 这些是什么官 为什么值得港铁去说话呢 你政府对港铁的说法 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他解释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你应该你政府出来说话 是完全不出来的 有没有当市民的生命是一回事 有没有当这些公共的交通是一回事 完全就是 坐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 连人都不见的 喂 陈凡不是第一次不见人 是N这么多次这些事情 应该你政府出来说话 是一个官员都不见 他说那些政治表态 政治效忠 就个个都争出来说 对于民生事务 社会事务 全部就不见人 这个陈凡是第几次呢 好了 你政府不出来解释 就好像我把华大基因出来说 最近突然多了很多信息 11月28日就收到 但其实8个月之前已经做了一些检测 又出现了错误 就像港铁这样 一而再 再而三出现错误 你政府不正视 他继续犯错 华大基因一样 在3月的时候 你政府就出来说 医管局又是这样 食卫局也都这样宣布 如果华大基因再犯错 就要考虑进一步的问责 主分 结果在3月之后 继续今次的事 四次再出现错误 都不见政府 不见人 需要你负责监察的 纲位 你就不在这儿 港政府你做些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你这些问责官员的工资 在世界上是顶尖的 但是交的功课做的东西就久留 不知所谓 你问我真的是垃圾 然后港铁怎么赔偿呢 我赔给那些有草职分的 1000分 1000分就是多少呢 3.3 你林郑给黑衣都500元 今次搞得这么大事 开爆以来没试过 地铁开通以来没试过 之前已经有些高铁线 有沉缸 然后你改一下标准 就算沙中线 红磡站 然后轻铁也试过沉缸 那些大事 公子铁变人很多都试过 但是车门飞出来真的没试过 然后你就可以给那些会员制 那些储分 3.3 是3.3 你不如不要给了好不好 就是给得出这么厚面皮 以为这样OK 没问题可以收货 这一天你真是好东西 给3.3你觉得就可以收货 政府有没有出来回应 3.3的赔偿 我不可以啊 重要啊 你平时有储分 就这3.3 没有储分 这3.3都没有 你是不是应该有一天或者两天 全日就免费 哪个都可以得 以市这个这样道歉 补偿市民 你不是啊 3.3 真是有这么肉酸 有这么肉酸 给不出了 等于你去喝 你会不会封20元人情啊 就是不会做得出这些事情嘛 有啊 香港政府 港铁就做得出这些事情 真是瘋 这完全是不合逻辑 不合常理 偏偏 他全部就做了 就是这件事呢 人又不见 这些这样的赔偿就差到呢 好了 再说了 鄧炳这个人看星期五 又出来说的 不关你事 他只要说那些野猪 野猪好心 你不懂就不要说 虽然懂那些所谓的黄暗星啊 都在那里说大话 他说什么呢 野猪呢 就不是卡通片那些可爱小猪 会襲击市民的 他们不是宠物来的 出现市区也会咬市民的 好了 那我想问一下邓炳强 你说出现市区 他们就会对市民危险 每晚 你们自己说嘛 遥处 每晚野猪都会出来 有没有每晚都会襲击人啊 喂 你说有几十个黑点 有没有几十个每天才会出现啊 原来野猪出现市区 就会对市民构成危险 是你无知 还是你 就是你特意就是要夸大其辞 好了 那次在浅水湾 看到两只野猪 在浅水湾 部安就要报警 警员他来到敲一下警盾 野猪都回上去 沿着山坡回上去 你都要上去杀死那两只野猪 他没有咬人 他想找食物 没有骚扰你 回上山 害怕你们 是害怕人的 你都要杀死他 然后你又说 邓炳强照出来说 去到市区就危险 那为什么你们诱报他啊 要放些面包下来 引野猪到市区啊 是不是自打嘴巴啊 完全那些是不合逻辑 邓炳强说很好笑啊 那些人还说 要城市规划 立入野猪 他说怎么立入啊 他觉得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是因为你无知 是因为你没有常识邓炳强 城市规划 不是一定说 我们要抱着野猪一起睡觉 城市规划是说什么呢 是如何人和自然生态可以共存 人的开发不要过渡 虽然已经是过渡 但是重量减少破坏 这些叫做城市规划 你知不知 不是说将野猪放在石屎森林 大家一起住 是我们如何不太破坏郊外环境 所以那些什么梁振英 红伟光 张志光 内不内都说 郊野公园就建屋 在郊野用地就建房子 这些就是荒谬 因为他是白痴 人的生存是很重要的说 生态要平民 如果不是你不用说什么再生能源 不用说环保 不用这个联合国 在这开气候大会 不用说什么巴黎他条约 这些人真是不懂的 你以为 你知不知道 这些郊外用地 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态平衡 是很重要 对于人类 可不可以继续去生存 这些人就不懂 就以为这些就是对立的 根本是低能的 由梁振英那些 邓炳强 你不懂 不要说 别说 遮嘴 不懂又要说 好了 如果是这样 你说同意邓炳强 就是渔户处 为市民移除危险 所谓的危险 那为什么你渔户处 不去见野猪关注组 别人开了记招 踢包你渔户处多次说大话 明明之前就说可以共存在半年前 明明之前就说 不要了野猪狩猎袋 因为说做避孕就可以了 又说拿到成效 还在国际上说 我们香港第一个 是做野猪避孕 很厉害猪 怎么知道 半年之后 为了配合格杀令 很多都180度大转变 包括野猪 明明写着是受保护野生动物 你都说不是 又说之前 这么多年原来资料有错 如果真的有错 请问 如果真的你政府资料有错 以前的政策是行错 那麻烦你 你对以前受到野猪襲擊的个案 你说很多 全部道歉赔偿 你又没有这么做 好了 现在很多的专家出来说 你偏偏小小愚户处 囂張拔户 是连野猪关注组 见都不肯见你 然后就说已经很明白 那些清晰的那些专家市民的声音 你说你明白市民的声音 我只见到很多市民联署 反对你架杀它野猪 我见到很多那些兽医学生联署 反对你这样杀野猪 你说有支持的声音 是 但是相比之 双方其实都是差距离差很远 是反对的多很多 你说野生动物管理咨询小组 然后那些专家出来不是我反对的 我有保留的 我认为市民有反对 大家要收回这些方法 出来讲话 全部都不是赞成你的 然后你就很清楚清晰意见 市民意见 政府正常程序 要搞公庆会 要搞咨询会 你有没有搞过任何一场的咨询和公庆会 没有 那你说什么很清晰市民的意见 就算那些专家他踢爆你 在野生动物管理咨询小组 你都没有咨询完畢 就已经自己去实行格杀令 根本当那些专家说话是流的 你胡说串到做下戏 去见到野猪关注组 你都不肯 你林郑正管治下小小的部门 都可以当你民意 当你专家是死的 业界人士都可以见都不见 就一意孤行 觉得自己永远適合 一有错 就赖那样赖那样 永远就不是政府的错 医护 多日叫你封关 你就说人家黑心医护 结果 你就要跟着封关 但是你只要晚三拍 未封的时候就赖那些医护 令到那些蓝丝又批斗医护 令到香港进一步分裂 去到这些事情 你是衰革到 是见都不见市民的意见 听到不听专家怎样说 就是不知所谓 你想想在那天在北角的公园游乐场 就叫了记者 就去说要杀野猪 事后 是没有一个愚护署官员回答记者问题 那些记者看到你 问你问题 就是 是阿斌叫狗 越叫就越走 完全是转身 黑面走人 不当你记者一回事 你叫记者来拍你的东西 去做政治根据做出事 你也知道 答问题都不答 哪有的官员这么串流 就是林郑政府的官员 小小小遗互处 小小的芝麻绿豆的死官仔 都可以这样不答记者问题 不切记者答运还切 是不是很荒谬啊 这些 是不是因为你们说的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质询 这些不是政治的事情 你都搞到一刻糊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